今天要讲述的是一个愉快的万圣节之夜,一段令人愉快的万圣节之夜,有三个好朋友,汤姆、比利和本尼迪科特,想要度过一个充满惊喜和乐趣的夜晚。 他们早早的装扮成各种各样的怪物和超级英雄,准备好去征服临近的小战。 当夜晚降临时,他们手里拿着闪亮的南瓜灯,满怀期待的踏上了争承。 他们来到第一家敲门要糖果的地方,不料门却突然打开了,里面站着一个古怪的老人。 老人拿着一本又厚又沉的书,给他们微笑道,嘿嘿,终于有人来找我了。 要想得到糖果,你们得先帮助我完成一项任务。 汤姆、利利和本尼迪科特感到好奇,他们齐声说,小伙伴们,我们肯定能完成这个任务。 老人微笑着递给他们书,并告诉他们,书中的精灵被困在了各处的南瓜中。 为了解救他们,他们需要用南瓜灯照亮并唱一首魔法歌曲。 于是三个勇敢的朋友带着书和南瓜灯,开始了他们的冒险之旅。 第一个南瓜,他们遇到了一个可爱的小猫精灵,他悄悄藏在周围的树丛中。 利利拿起南瓜灯,转动着手指,轻轻地唱起了歌曲。 突然,南瓜中飞出闪亮的精灵,感谢他们的帮助,并送给他们一袋糖果。 接着,他们来到了一个荒废的废弃屋前,一个受惊吓的精灵被困在了南瓜中。 汤姆继续扮演他的超级英雄角色,提起南瓜灯,嗓音洪亮地唱起了魔法歌曲。 南瓜中的精灵腾空而起,摆脱了困扰,并递给他们一支光彩翼翼的金币。 他们的最后一战是一个诡异的小象。 在那里,他们发现了最大最重的南瓜。 本尼迪科特摸着南瓜的表面,感受到了困在其中的强大精灵的力量。 他抬头看着天空,大声地唱起了最强大的魔法歌曲。 南瓜破碎的一刹那,一位高大的精灵飘了起来。 他感谢三个勇敢的朋友将它解救出来,并送给他们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。 现在,任务完成了,三个好朋友感到开心无比。 他们回到老人的家里,把藏在南瓜中的精灵的礼物呈现给了老人。 老人笑着说,你们真的很棒,勇敢又聪明。 作为回报,让我给你们带来真正神奇的糖果吧。 他伸出手,竟然变出了一袋无穷无尽的美味糖果。 三个好朋友高兴地笑了起来,他们度过了一个充满魔法和惊喜的万圣节夜晚。 从那以后,他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 每年万圣节都相互邀请对方来家里,共度欢乐时光。 仿佛得到了真正的魔法,他们将这个美妙的故事一直传送下去。 如果你喜欢这类的故事,请收藏本频道。